以前有上过老师的课是SSSS 然后我也是很佩服老师可以从早上8点可以讲到晚上12点的精神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然后我本身的行业是 比较 比较少人做啦可能就是我是做F&B但是我是做Franchise的 就说做快餐的 然后我一直在烦恼的就是 比方我上这个课之前我是在想说我要去哪里找顾客因为我要找的是开店的人 连我上了这个课过后我发现了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 我要把我的牌子 我的brand做成一个故事 然后 当有人来 的时候想要开我的店 我才可以 解释给他们 让他们 更容易去 接受 也了解我的词协H3 请问你今天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我今天最大的突破就是我学到了 要这样子讲故事 这样子去 做我牌子 品牌的故事 惊章 啊 是 对